孔子也預料了少人 這題目 聽到孔子、孟子 一般都不是很多人有興趣 不過不要緊 這樣我們都可以 看看到底孔子 其實思想的變化是怎樣 今天的題目主要是講 孔子人道思想的變化 因為今天我們 很多人聽到孔子 大概都聽過孔子 以為自己都知道 孔子是誰 知道他講些什麼 大概猜到了 多數都認為 都知道孔子講什麼 所以沒有人來聽 多時都是這些原因 每個人都以為自己大概都知道 到底知道孔子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看 原來孔子的主要思想 講人 人道 講人 這個講法 當然孔子是講人 但是孔子的人 那個思想到底是什麼呢 原來在歷史上 不同的朝代 它是有不同的解釋 一直有不同的變化 這個就是孔子人 人道思想的變化 所以來到今時今日 我們現代人 了解孔子 通常是用哪種 了解方式呢 我們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自己 只是局限於 某一種理解方式呢 所以我們可以看回歷史上 解釋孔子人道思想的變化 所以今天的內容 會是偏向學術史一點的 比較學術一點 看看歷代以來 比較簡單 或者簡約地 看看歷代以來 這個 這個 關於孔子人道思想的 幾個大的變化 這樣 我那個 主要的根據當然就是 這個 《中學哲學言論》 唐君藝先生 《中學哲學言論》 他在寫孔子的人道思想的時候 他寫人道思想那一章之前 他就會先把孔子的思想 那個歷代以來的變化 先說一次 他說完之後 之後就會再把他自己 那個思想的變化 都說一次 因為原來 唐先生他自己 對於孔子思想的理解 以前的理解 和他後來寫書的時候的理解 都已經有不同的變化了 所以就把他自己的理解 也都說出來 不知道其實 原來 要了解一下一個人的思想 這個其實 我們都不太容易的 這個 好 這樣 孔子的思想 到底其實是說什麼呢 最主要思想 我們大家都知道 孔子是說人的 人道思想 這樣 這個 多數人都知道的了 但是其實孔子說人 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古今歷代以來 其實有不同的說法 非常之多的 這個說法 最一般的說法 就是認為人 是這個德目的一種 這個 例如這個人 仁義禮自信 忠 信 敬 自仁勇等等 這些都是很多不同的德目 這個人跟其他不同的德目 相對一齊來講 這種人是德目的一種 這種說法也是很流行的 就是民間也很流行的 這些說法 這個說法其實都自古已經有 也不是說今天才開始的 孔子那時候 孔子之前也都已經有這些說法 另外對於人的看法 我們也都有一種看法 就是講 人是統貫各種德行的 即是在不同的德行裏面 人是最大的 據說最大的 是他是統貫各種不同的德行 這個說法其實是由孔子開始的 這個真是 因為孔子就 你看到論語裏面很多 就是用人來統貫不同的德行來講 這個 到現在亦都有不同的思想家 亦都用這種說法 這樣亦都有用人 跟其他德行相對來講的 的說法 譬如人、智人勇 或者人同義相對來講 這些這樣的說法 亦都有這樣 都有它的原因 也都有它的來源 這樣亦都有不同的解釋 這樣我們讀孔子的人道思想的時候 就會慢慢在後面 就會有機會讀到的 這樣其中一個說法 最遠遠留長的 比較古老的一個說法 就是用愛來解釋這個人 用愛來解釋這個人 在中國比較古老的書籍 國語的周語裏面 有講到 人民之愛也 愛人能人 人以保民 這些這樣的說法 另外在國語的楚語裏面 亦都有這個 明之慈愛 以道之人 這些這樣的語句 都是講到人 但它用什麼來解釋這個人呢 就是用愛來解釋這個人 所以孔子之後 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用愛來講人 用這個方式來解釋 這個意思也是最接近而明白 我們一般人最容易明白的意思 所以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人愛都成為一個 我們現代人所用的一個福語詞 人愛 講人大概是和愛有關的 孔子的自己也有這樣的說法 范馳問人 孔子的弟子范馳 問什麼是人 孔子就是回答他愛人 除了孔子自己之外 孔子、孫子、禮記 也有人者愛人 這些這樣的說法 不止這些儒家 儒家的人會用愛人的方式 來解釋這個人 就算是道家、墨家、法家 都有些相類似的說法 例如《墨子、墨經》 《上》裏面有 人體愛也 都是用愛來講人 莊子天地篇 有講到愛人利物之為人 又是用愛來講人 韓非的解露篇 人者忠心恩 恩言愛人也 韓非就是法家 法家也是用愛來解釋這個人 所以墨家、道家、法家 都有些差不多大概的意思 就是用愛來解釋這個人 講愛的時候 即是用愛來講人的時候 其實要講到我們人要有愛 愛是一個情 所以牽涉到人的情 還有我們愛就是要由這個情 施行一些有愛的事 在這個地方 即是要一個愛的實踐 通過愛的實踐 來講人的人道 所以這種意思 其實用愛來解釋人 其實一般人是比較容易明白 比較接近異名的方式 所以先秦時期 我們看到原來是孔子、孟子、孫子、孫子、禮記 或者其他家、道家、墨家、法家 基本上大概都是偏向用愛這種方式 來解釋什麼叫人 這個 這個講法容易明白一點 所以當時多數人都是用這種方式 而且講愛人的效果 都可以去到很遠 但是後來 這個就是先秦時期的主要解釋 這個 後來就慢慢就有些變化了 而到現在 我們都習慣用人愛這個詞 作為一個複詞 但是之後 就開始 我們就會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人 為何能夠人愛呢 我們人能夠人愛的根源是什麼呢 這個中國人稍後就會又開始想這個問題 就是孔子之後就開始問這個問題 這個 我們那個人愛的根源在哪裡呢 為什麼我們人可以人愛呢 從中庸逆傳到漢的董仲書 一直推這個問題 一直想一下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呢 將這個人愛的根源一直推到天 這個 漢朝的看法 基本上就是認為 人之所以能夠 對 點 breakfast 4 5